近日,杨丽萍停工后回到大理老家看望母亲,她穿着一套忠实衣服,映着水墨图案十分古典,偏然若下凡的仙子,62岁的杨丽萍身材鲜瘦,保持着超好的状态,走几路来十分轻盈,非常具有古典风情,在路上狂被路人偷拍。 杨丽萍走过繁华的街道,拐进一处幽静的小路,来到一扇古朴的大门前,也就是她母亲的居所,大门充满了岁月的痕迹,门上还贴着春帘,非常有生活气息,网友们纷纷留言,夸赞她如同仙女下凡,还表示也想去大理偶遇她。 杨丽萍这些年来工作很忙,她在舞蹈上的造诣很高,不仅在国内外屡获大奖,由她制作的大型舞剧也深受观众喜爱,对于杨丽萍来说,舞蹈是刻在生命里的东西,不过杨丽萍也是一个十分孝顺的人,一有时间就回家探望母亲,母女俩在小院里牢牢家常,氛围十分温馨,你有看过杨丽萍表演的舞蹈吗?